中国今年夏天遭遇60年来最严峻的高温天气 截至今天,中国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9天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在四川、重庆、湖南、江西等地区,最高气温都快达到40度以上 并导致多条河流水位骤降、土地均裂 为了把电力供应优先让给家庭用户 在80%电力靠水利发电的四川省从星期一开始紧急宣布工业电力用户必须停工6天 在限电措施冲击之下,中国的半导体和电子组装行业将大受影响 因为单单在四川和重庆就有好几千家生产芯片、太阳能电池板以及汽车零部件的工厂 他们在这个星期至少停工了6天 墨绿色的江水被晒干一大半,露出大面积干枯的河床 这里是中国重庆著名的嘉陵江 由于中国正在面临严重的干旱 作为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 嘉陵江水几乎是干枯到见底了 甚至比桥墩上磕的最低水位还要低 有民众直呼,当地天气是已经热到连开冷气都还是觉得热 高温的天气加上限电措施,当地民众都躲在室内避暑 让原本热闹的嘉陵江一带陷入一片寂静 乘在游客的观光邮轮也空无一人 因为水位消退只能够停靠在距离码头50米远的岸边 另外中国气象台星期四发布了今年第一个全国干旱黄色警报 有多达10个省份出现中都以上的干旱 其中在安徽、湖北、江西等等地区都出现土地均裂的现象 为了确保民众获得充足的水源供应 当局派出配水车前往偏乡的地区送水 并给农作物洒水